你看这小矮个 你看看我这大高个 哎好嘛 鬼市探店 今天我们依旧不探别的 就探座高 我们今天来一个杜哈迪到2.0版 之前好多人质疑我们这个两腿长的这个位置啊 不合适 所以呢 今天我们特意找到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啊 给大家来一起杜哈迪的座高 这脖子里也都是腿 我们今天带着尺子再给大家重新量一遍啊 再一些身高1米74啊 鬼哥的这个身高 应该是首次公开吧 兄弟们 给大家感受一下 比如说身体拉长了以后 能长个儿 我这帽子往上揪点 哎怎么还给我压下 带鞋身高 其实是有的啊 171 他是不用量了 我们的数据都有了 怎么就不让量他了 我这有点自尊的那个 好好好 我们来量一下 来量一下 你看这小矮个 你看到我这大高个 163 这不是你看168吗 身高量完了 鬼哥可能还有点优势啊 我们一会儿还有一个腿长换节啊 81 真的加他啊 我顶蛋呢 也是81 你还是77 好啊 刚才我们每个人的身高和腿长 的数据都有了 我们现在一辆一辆 给大家试一下杜卡比 好 本期视频也会展示一些 1.0版没有展示的车型 怪兽950 坐高 775 他还有一个SP版 是810的坐高 1号选手可以坐到双脚着地 不过接近脚尖了 稍微有一点极限 2号选手 哎呦 还来个花活 不过也没成功啊 你别说之前还真小看鬼哥了 双脚全脚着地 非常的轻松 而且搭配起来还很协调 3号选手 同样非常的轻松 腿部还有很大的弯曲 但是搭配起来呢 就一般了 车略显小了 说得跟你能跨头跨上去的 哎 你看这还质疑我 不过该说不说啊 我骑这车 呃 又是标准的蹲板垫风格 确实太不协调了 领速950S 坐高810 1号选手啊 感觉又需要我的帮忙了啊 没有办法独立完成 哎 不过摆成之后 感觉还可以 哎呦 这是轰我走了 双脚的脚尖着地 其实这两款都是 杜卡地比较低的车了啊 还是很极限 2号选手呢 也是变成了双脚的前脚掌着地啊 可以看到鬼阁这个腿有多直嘛 不过不得不说啊 对于这个身高 来击仿塞 或者街跑的话 搭配起来黄金比例啊 哎 但是同样跨高的3号选手 就能双脚的全脚着地 甚至腿部还能有弯曲 你们猜猜这是为什么呢 4号选手 依旧没有压力啊 而且这辆车的搭配起来 就比怪兽要协调多了 V4大魔鬼 坐高790 1号选手 其实这个坐高 对他来说没有压力 2号选手呢 可以坐到双脚的前脚掌着地啊 而且他一直在叨叨叨啊 哎 你们猜猜他说了什么 反正我给他剪掉了 3号选手 还是那个问题啊 哎 同样的跨高 为什么他能双腿弯曲 还能双脚着地呢 4号选手 还是看看搭配画面嘛 因为这些小时候 对我来说完全没有压力 V2坐高840 1号选手 独自摆成是很难的 而且摆成之后 依旧是双脚的脚尖着地 这次着地的面积 变得更少了 2号选手呢 也是双脚的脚尖着地啊 不过着地的面积相对多一些啊 这除了腿长以外 还有重量的因素 3号选手 接近于双脚的拳脚着地了啊 就脚后根的位置 还有一点点空隙 4号选手 还是看看搭配各位 因为我的双脚拳脚着地很轻松 而且腿部还有弯曲 街霸V4SP 坐高845 这要说一下的 街霸全系列 无论V4VR 还是S版 全部都是845 而且SP版的坐垫 还会偏厚一些啊 1号选手 很极限很极限 只能脚尖着地 所以2号选手 我觉得他也够呛啊 我自高奋勇 你看他还不要 你还很自信啊 摆成之后啊 别说 还是可以做到单脚着地的 也能双脚脚尖着地 这就非常夸张了 同样跨高 3号选手能够做到 接近于双脚的全脚着地 所以各位 你们明白到底是为什么了吗 4号选手 给各位展示 看吧 因为我自己就是结巴啊 帅不帅就完了 兄弟们 沙漠车 坐高835 你别看国内版是835 这个数据虽然是这样写的 但是很难照到地 真的 像1号选手 几乎就是一个游荡模式啊 哪怕那么自信的2号选手 这回也不嘴硬了啊 需求我的帮助了啊 因为你们能看到 如果他要想双脚的话 也是这个画面 3号选手突然也上压力了 虽然能够双脚着地 但也是脚尖的着地 当然4号选手呢 我还是能够扛住压力啊 双脚能够全脚着地 不过呢 我的腿也非常的直了 MTS V4S版啊 坐高790到810可屌 1号选手把车身摆正之后啊 只能单脚着地啊 如果想双脚着地 这个双脚的脚尖 但凡那脚直凳小一点 都够不着了 2号选手呢 一看就脚直凳大了一点啊 着地面积多了一些 如果换成单脚着地的话 能够前脚掌着地 3号选手 双脚是接近于前脚掌着地了 而且搭配起来还挺帅 4号选手搭配的画面啊 其实这一期 就是对我没有压力 没有挑战的一期了 甚至我还可以往后坐一坐 都很轻松 V4的普版 而且这个新款的座高有850 1号选手 我们已经升级为两位辅助人员了 因为车毕竟比较贵啊 能看到他只能单脚的脚尖着地 2号选手同样压力很大 只能单脚着地 而且腿非常的直 3号选手还可以啊 可以双脚的脚尖着地 而且能独自摆正啊 虽然对大家来说很有压力 但对我来说还是依旧的轻松啊 我们就展示吧 看看搭配画面 给你给它就这样 然后三次 给你来